這個選管會定了一個新的選舉指引 將電子媒介報導選舉新聞 或者做選舉論壇的時候 必須要給候選人有平等的時間 以及用公平的原則對待 所以這個過去已經引起很多詛病 有些人認為不是每個人都均等有時間 例如三分鐘大家對答時 都有人搶麥克風可以多說一分鐘也有 所以這是很難做到一個絕對平等 即是在原本電子電波電子傳媒裏 又或者現在的電子媒介 要做到選舉指引100%都已經很艱難 現在竟然要規管網上電台和網上電視台 但甚麼叫網上電台 甚麼叫網上電視台 在選舉指引根本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那你怎樣規管呢 你要規管那件事 但那件事的定義是甚麼你都沒有 那怎為網上電台呢 怎為網上電視台呢 所以這個選舉指引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如果從一個更高的層次 或者從政治的角度去看 這個基本上選管會已經變成特區政府的政治工具 是打壓這個網絡自由的 所以我們希望那些網民和年輕人 一定起來反抗 我們可以看這件事